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震撼新闻 每年农历七月是民间传统的鬼节 传说这个时候鬼门关大开 各种鬼都会来到民间 当然我们不是要讲鬼故事 事实上我国的政坛鬼话 比任何一个鬼故事都要精彩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月有什么精彩的鬼话 8月5日首相署部长刘伟强叫华人不要对找一文 纳入华小和弹小大惊小怪 他说华人可以学华文应该感谢政府 这个负责法律的部长只知道废除死刑 就不知道学习母语的权利是列在联邦宪法的 1521条文之内 8月6日针对华弹小四年级国文课加入找一文书法一事 张念群声称与12个华英团体会面后达至共识 事隔一天这些团体纷纷反驳 说他们没有跟教育部达至任何的共识 包括董总和教总 他们坚持反对把找一文书法列入华小和弹小的课纲 张念群究竟和谁达至共识呢 七月真的这么猛吗 不然就是张念群公然说谎了 8月12日 马哈迪骂董总是种族主义 说董总不喜欢马来人 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此时无声胜有声 默默的替马哈迪拿完麦克风 好让马哈迪骂得清楚些 张念群被问起首相的言论时 他只回应要多沟通少见围墙 现在被骂的是董总 骂人的是敦马 到底要怎样沟通呢 8月16日内阁宣传 莱纳斯获得6个月的营运主证 也允许稀土废料永远留在大马 清体部长塞沙迪说是内阁的集体决定 没人反对 正好打脸2012年签署反莱纳斯 但如今都是内阁成员的13人 包括林冠英 郭肃庆 古拉 穆沙布 陆兆福 阿兹敏等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内阁反对呢 原厂部长郭肃庆忙着解释说 那天他刚好出国了 还叫人民给莱纳斯改善的机会 当官的不在内阁反对 没有当官的所谓环保斗士 也是文东区国会议员黄德 则继续装环保斗士 口口声声要国中议员表态 真好笑 8月18日 马哈迪指责 批评西蒙是国阵2.0的人 都是龙、亚、盲 若马哈迪所说的属实 西蒙执政不到两年 国内残疾人士 岂不是暴征? 卫生部长李文才 在8月19日说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区区三叶枣鱼文不会是华小便智 把中华文化和枣鱼文单元相提并论 如此不科学的说法 亏他身为一名医生能够讲出来 8月19日 财政部长林冠宁说 因为行动党无法说服首相官兵莱纳斯 证明行动党没有控制西蒙 这个太好笑了 林财长把自己的无能 说到好像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这应该是今年鬼节 自己家的鬼话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聊